一个家庭的孩子生了重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短则一年 长则数年的治疗和护理 意味着巨额的医疗支出和无穷无尽的营养费护理费 也意味着有些家庭 有些父母因为孩子生病而分道养标 安安本来是一个有父母疼爱的孩子 但是自从他生病以后就只有了爸爸的陪伴 安安三岁九个月 出生在湖南 安安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爸爸 有妈妈 安安也很活泼可爱 但是在安安一岁多的时候 他突然患上了肝母细胞瘤 也就是发生在肝脏的恶性肿瘤 虽然安安病情严重 但是医生说这种病的生存率80%左右 不要胖 爸爸再给你胖 安安爸爸说 自从孩子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 安安的妈妈就离开了他们父子 从此 他是又当爹又当妈 安安妈妈离开时 当时正在生病的安安只有一岁多 他对妈妈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但是小孩子对妈妈的依恋是天性 从此 安安只能在梦里才能见到妈妈 从小孩生病以后就直接把我微信拉黑 那你联系不上吗 手机拉黑 他电话一打他 我也找他家里了 让他去跟他说 但他家里去找他 他也不来 我也联系不上 所以没办法 安安的病情不断恶化 妈妈又断然离去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安安病后 一个40岁男人终于绷不住了 像刚开始小孩生命的时候 就是想这个世界 也是每日每夜的流泪 这些动态 不是一般的男子 有时候就觉得欠小孩太多了 本来这么活蹦可爱的小孩 然后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 安安刚刚生病那会儿 白天 安安的爸爸抱着他四处寻医 安安的爸爸说 以前他不理解一个男人 为什么会哭 可自从孩子病了 他才知道什么叫撕鲜裂肺 什么才叫不顾 小孩对于大人来讲 他可能就是 你有一个小孩 他说你没有这个小孩 那么小孩的世界他只有 他的世界就是父母 如果父母放弃了 他就没有 他就什么都没有 今年二月 安安跟爸爸来到了北京 父子俩就住在大兴童年医院附近的爱心小家 安安的爸爸一大早起来 一会儿正式要带安安去医院化疗 为了能给安安提供更全面的营养 爸爸每天都换着样子给他做的餐 五点半 爸爸为安安准备好早餐 又赶紧收拾化疗需要的东西 一定要带着药 就他有些药他在经常吃的 五点四时 爸爸要把安安叫醒了 哎哟 乖乖呀 还没睡醒啊 要不要尿尿啊 妈呀 不要 好的好的好的 安安好像还有点困 一直揉着眼睛 拿着衣服啊 现在从小孩生了病以后就已经上了 爸爸干什么呀 爸爸带你去医院啊 其实人这一辈子就说像 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 也能够扛得住室 但是这时候觉得 小孩碰到这种情况以后要 还得要面对 包括也有一些清新生的介义放弃 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 只要是谁的小孩都不会 都不可能放弃 进入门卷楼 请下台微信 扫描二维法 今年2月25日 安安因肿瘤转移到肺 在北京陆军统医院 八一儿童医院 做了肺部肿瘤切除手术 你站一下爸爸去填个表啊 3月8日 安安转到北京同任医院做化疗 目前主要进行化疗 及靶向药治疗 面对生活的压力 安安爸爸再怎么咬牙故作坚强 难免也会在孩子面前 善然泪下 我哭了 他经常会说一句话 他经常跟我说 哭起来真难看 他又给我唱歌 他知道你为什么哭吧 不知道 生活起居上 爸爸可以照顾安安 但爸爸却无法阻止安安对妈妈的思念 为了安慰安安 爸爸只能一次次的去找安安的妈妈 安安安的爸爸说 安安病后安安的妈妈始终没给孩子拿过一分钱 他现在就是说 他也不来照顾 那我只能说我自己照顾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说 这个小孩有病 并不忘了自己放弃他 哪怕只是说 是做我来想 我也想 我也想过 反正小孩 虽然说现在花了只是万 对吧 可能说接下来的治疗 都要靠借 家里亲戚朋友 反正每个人都借了 反正他们也给了一句话 他说只要还需要 你就开口 在亲人的帮助下 安安跟爸爸在北京看病的费用有了着陆 安安的身体情况也是越来越好 今年五一节这天 安安的爸爸在朋友圈第一次发了孩子的照片 我们希望安安早日康复 也更对安安爸爸的付出所感动 同时我们也想跟安安的妈妈说几句话 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 我相信安安妈妈的离开 也许她有她的理由和难处 但是与孩子期盼的眼神和整个家庭的命运相比 孰轻孰众 我们希望安安的妈妈能够早日回来 虽然肩上的担子很重 但不是还有安安的爸爸吗 还有我们大家 我们的社会呢 一起努力共度难关 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别让孩子留有遗憾